第三章 要主的道快快行开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讨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 得着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 要坚固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上帝并学基督的忍耐 不作功的不可吃饭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你们自己愿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 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 倒是辛苦劳碌 遵夜作功 遵夜作功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并 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作功 就不可吃饭 因我们听说 在你们中间 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功都不作 反倒尊管闲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 吩咀咀喆这inations的人 曾吩咀这病的人 要安静作功 出品 大夫人 酷窄不可丧志 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良及他交陵 除他自觉受 merchants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弟兄 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 愿主尝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罗亲不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 我的不职就是这样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